一日一早,相云勺今天是不打算主动去找孟狮子的,他娘说了,对待男人,得学猫。 先可爱的伸爪子,在他心口挠了两下,然后就高冷地甩着尾巴走远一点,晾一晾它,让它自己在那里抓心挠杆地等着你,想着你,就触碰不到你,这样它才会上心。 要是一直黏着人家呀,就没有神秘感,却没有了距离美,很容易让对方失去兴趣的。 你不是说想养小狗吗?过两天啊,咱们托人去找一只好看的狗狗来养,最好是圆滚滚的,毛茸茸的,憨憨傻傻的,好欺负的,叫起来买身买气的,那种逗起来最好玩了。 好啊好啊,就要圆滚滚的,跑起来傻乎乎的,要那种纯黑色毛毛的,那种小狗狗可漂亮可好玩了。 行,就是吧,咱们刚来京城,也没个熟人,不知道上哪儿去弄这么好的狗啊,我呢,也不好去麻烦爹娘去帮我找狗。 听说京城里的大家闺秀啊,都是养花梅啊,八哥啊,狐狸等等,养这些呢,才能显得高贵。 至于土狗嘛,这些都是用来参加护院的,只有下人和平民才会养。 所以,我怎么好意思让爹娘帮我找着上不得台面的狗呢? 好啊,不是吧,咱们京城人这么不可理喻的吗? 狗狗那么乖,那么听话,养什么养狗就上不得台面啊? 我们就要养狗,就要养。 嗯,没错,我们就要养狗。 隔壁猴府 当真要养狗吗? 那姐弟俩若是真的喜欢,我倒是可以帮忙。 只不过,眼下人家都没跟我开口,我没有理由去帮忙找狗。 不,否则人家问我怎么知道这事的? 总不能我一大早不睡觉,在隔壁听墙就好听到的吧。 再说,我跟姜姑娘刚认识,交情并不深。 若是太过殷勤,恐怕姜姑娘会以为我是东胡子, 出言姜姑娘眉色,才故意先殷勤。 唉,等等吧。 于是,孟兴和喜术过后,便让小四三七将摇椅摆放到了院墙部远处。 她要一边晒太阳,一边等着隔壁美丽可爱的姜姑娘主动来找她。